觀眾一陣驚風水利地區 再過一禮拜 機械的火綠就要大開 火金谷第三個月 也進入到發生機 日子先會看生海 晚上看火金谷 和移民卓酒山來出口 這前半段是受到今年暖冬的影響 它發稅比較長 我們知道只能發 它是要寒冷一點 緯度偏北一點 它發稅會比較長 正常像我們去年 它都到30到40公分 那今年都差不多大概十幾公分 那像最近我們其他一些賞紫藤花的點 像那個綠色隧道 還有茶壺那邊 現在發稅都剛好出來了 所以這一陣雨過後 應該會長得很漂亮 驚者表示 無情紫藤花開市場 結果一禮拜 會看得更理想 先到水利 看紫藤花的路線 可以隨時注意文官局的主婚 把壓地底飛機 今天特別上山 因為要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 兩禮拜 我們的紫藤花季就要開始了 這時候你上山到瑞里 你就會看到非常漂亮的紫藤花 實際上一個社區 必須要營造特色 觀光 必須要有讓大家流連萬緩的地方 這個地方 按照民宿業者跟我講 大部分回客率非常高 大概大家知道 為什麼回客率會很高 就是這個地方值得一來再來 所以再兩個禮拜 希望大家一起來賞花 一起來看 漂亮的紫藤花 那四月份就緊接著就是螢火蟲季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說 從花到生態的螢火蟲 我們都可以享受這個三月的情趣 觀眾說 水利除了米蕾紫藤花 還有隔壁一個地味 咖啡和糖 歡迎大家到166 162 咖啡 台南各式的嘉義風景 台湘新聞 黃沛宇 蔡鳳報道